香港的财富象征除了中环就是半岛酒店 1928年落成的半岛至今仍位列全球十大酒店 一度出入半岛喝下午茶 被传媒追着影张相是认证港星当红的条件 然而半岛的星光常唤常新 一家老店却始终都在 我们在1963年始终要开战的 现在到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年了 也是了 其他社会萌萨已经都变了很多 以前的财问店啊 池宝店啊都不建 1963年香港经济开始腾飞 人工物价却都不高 此时的香港出具购物天堂之像 住满了洋人富商的半岛顺势开设商场 要挑选能代表香港的字号入场 诗格衬衣确定中选 那年这个品牌刚创立十年 当家人张子斌是从上海到香港求生活的宁波小裁缝 当时我拍那个大羊 叫大羊 叫他出去到上海 去学称衣 我们在解放1919年 就出来他自己又给我们拿十块钱的美金 到香港来 当时香港聚集了南下的富商名流 能做一件正统英式衬衣的裁缝 却寥寥无几 他们也需要比较高品级一点的衬衫 从这个方面他是足家足够的去找生意 慢慢慢慢地建立他的信誉 短短几年以十美金起家的张子斌 不仅开了店还安了家 比他小十岁的弟弟张德祥 在哥哥带领下也在香港立了足 两兄弟齐心 时隔用了十年就走进了半岛酒店 从此 施阁的客户 名人豪客越来越多 容易人 老布什 李嘉诚纷纷穿上施阁衣 而施阁品牌在家族第二代 征总其加入后 也借着香港低成本低人工的经济腾飞机 在半岛一路打入纽约洛杉矶 成为奢侈品衬衣定制第一品牌 就知道它的编号就能找到它的指标了 在施阁的工厂里有一个狭长的房间 要专人特别看顾 这里存放着五万多位顾客的服装纸样 钢琴家李云迪做今年港姐竞选评审时 穿着的全套服装纸样就收藏在这里 刘德华的多套戏服和日常衬衣纸样 也能在架子上暗号所记 不过无论是华仔这样的明星熟客 还是只做过一件衬衣的新客 施阁都会把一份纸样至少存满十年 随时恭候客人再度光顾 那如果它肥了瘦了 我们就再改那个纸样 那改好就再做三 纸样定案 下一步是裁衣 施阁衣将就接奉处自然顺畅 看着浑然一体 要做到这一点 裁衣是关键 因为施阁已经装纸 全部的东西就已经是规定了在这里 那个师傅就比如有些花 有些格他就对干净去 这些条纸呢 比如铜啊 袋啊 这个肩膀和袖啊 这些手擦啊 就全部要对筛的 一件衬衣除了花案能拼接上 衣服上的细节也不能忽视 比如手工锁的扣眼 针针细密 整齐服贴 扣子要选用贝壳材质 光泽内脸 而衬衣上顾客的性命 也坚持手工绣字 以保证独一无二 过去六十年 施阁出品 靠着手作维持着贴身的舒适 和工整的美观 像陈厂长这样 在施阁一座几十年的老员工 则是品质维持在高水准的幕后风雄 我们这里的工人 就多数做了二三十年 因为老板做的员工是很好的 老板对他们是好像自己人那样 他们是自己家人那样 变成工人一般做定了 他们就不会走 今年陈厂长在施阁工作已经超过五十年 早过了退休年龄 几位张老板却不舍得放人 为了再留一留这位老员工 施阁还许下了一个颇为人性化的承诺 将来不用我做 从来用 可以做 施阁是练旧的 他为每一个顾客存下做衬衫的边角料 以便日后需要换领子或袖口时能找到原配面料 有的时候施阁也是顽固的 像张德祥这样的老一辈 仍然坚持 衬衣的袖口应该比西装袖子长半寸 领口则要刚好放进两根手指 他们到香港来买东西 只要买名牌 我们吃寸对他们不重要了 一个人觉得不好 尽管如此 施阁的基因里还是留下了港人 善应变能变通的特色 为了让客人有更多选择 今天的施阁可以提供多达六千种面料 其中不乏新潮花色 为了应对年轻人创意场合多样化的变化 施阁衬衣的领子上 也可以定上代表休闲的领扣 而积极响应顾客的个人特殊要求 为常年在空调环境办公的李嘉诚 提供加厚面料 为坐在钢琴前的李云迪调整袖子尺寸 更是施阁成为名人衣橱的秘诀 可以说是香港徒生徒长的一个品牌 能够发展到六十年到今天 我们也很开心 也认为字幕订阅台湾的事 我们也感谢观看 我们也感谢观看 現象中的一样 je你得说是个问题 但是我心里面认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